- 东方网记者李嘉敏8月18日报道,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优秀人才至极到上海,如何帮助他们了解上海并顺利在上海实现创业? 海归创业成功人士无疑自有罚严选,今天上午,以志愿通信助创同行为主题,的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2018年度新专家入团仪式继陪聚交流活动举行,活动上68位新入团专家接受品书并庄严宣誓,新老专家共同交流,加入志愿团的初心、感悟。 既专家志愿团消息成立文化创业、互联网、生派农业和高销创业导师营之后,今年,专家志愿团还将成立一个为海归创业者开展指导帮扶的导师营、海归创业导师营,旨在为海归人才做好指导服务,让更多国际化人才招跟上海,成功创业。 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成立于2000年,18年来,志愿团专家活跃在上海帮扶指导创新创业第一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与创业者口碑。 先后有1025位专家加入到志愿团中,累计服务35万小时,指导创业者于47万人次,组织专家讲座三千余场,开展主题活动五千余场,助力十余万名创业者实现创业梦想。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当位副数纪纪维宣,副局长张兰,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副主任江明等出席活动,为志愿团代表颁发,2017年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奖排和。 2017年,上海市优秀志愿者荣誉证书,并为新成立的海归创业导师迎树旗,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作为国内首个同事创业指导服务的志愿组织,也是获得全国最佳志愿组织荣誉中,唯一一个同事创业服务的志愿团队。 据最新的上海市居民创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相较于2016年,2017年创业者对专家咨询服务的需求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从14%提高到15.9%,且连续多年呈上升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在所需创业服务期望中,专家的咨询服务名列第一位,而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正式一直为正处于创业前筹备,企业开办和企业发展各阶段的创业者,提供针对性,专业化咨询指导的志愿者队伍,得到了创业者的普遍欢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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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